江湖中一只流传着红星出打载的传说 从巅峰一带的陈浩南 太子 大飞 到如今年轻一辈的灰狗 一剑 小马 任选一人都可威震江湖独当一面 可今日 灰狗一剑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面对世界顶级高手 暗黑之门的龚本一龙次郎 他们拼尽全力 仍旧难敌 两人都是吃茶一放的江湖大哥 纵失不敌 也毫不退缩 血战到底 病房内 陈浩南匆匆赶来 只见灰狗一剑 面色惨败 周身缠满了绷蛋 一看便只受了极重的外伤 没有几个月的休养 难以下床 一剑信心受挫 不断叮嘱陈浩南 如果遇到这两个日本人 千万不要冲动 陈浩南深知这二人的性格能力 要挫败他们 绝非一事 看来这次的对手非同小可呀 对手即使日本人 他当即找到了左围探听虚实 龙次郎的名字 勾起了左围的回忆 当日他退出暗黑之门 组长曾经告诉过他 组内已经找到了两位顶尖高手取代 排名第一的名叫龚本一 第二名正是这个龙次郎 能取代自己和太乙 战斗暗黑之门的巅峰 实力可想而知 不客气的讲 整个红星舍除了太子 没人能挡得住他们 陈浩南震惊无比 他对左围的能力眼光深信不疑 忍不住询问左围 此二人对比他和大范如何 左围淡淡一笑 不知可否 谁比谁强 当真不敢说 红星舍自来到台湾 对抗独射帮以来 一直顺风顺水 如今形势逆转 又有山口族加入 不容乐观 众人商议决定后 还是要从独射帮副帮主下手 找到机会 勤住地中海 这日冰郎城之地 发现目标地中海 趁后来当即示意 稳住敌人 十五分钟后 太子便会到场支援 地中海得到两大强援相助 心情正佳 转角间一名不俗之客 拦住了去路 此人一身飘逸 独臂黄发 气度不凡 正是作为 地中海二话不说 转身便逃 可已被身后的大范 断了去路 地中海暗暗叫苦 向来对江湖中士 了如指掌的他 从对手的身形相貌 以至二人身份 近日行事 对方一看便是由备而来 眼见求饶不成 大范步步逼近 地中海白好家世 要全力一搏了 猛然间 他一把推开了副帮主 跃住身旁的小巷 没命的低头狂奔 左维则容他轻易逃脱 贴墙而起 几个骑落剑 已拦在了身前 地中海趁他人在半空 立足慰问 反客为主 一记胡为角 踹中了左维的腰间 左维到底 身后一道身影 弹射而起 直奔地中海而来 地中海仰起身边杂窝 混乱中趁势 打出一记铁拳 轰得大饭吐血飞出 难以想象 双天之尊 首次联合对地 刚一交手 也先后吃了大亏 既逃脱不得 那便只能输死一搏了 地中海得势不饶人 抢过一根竹棍 轮得狐狐生风 弓的左维进不得身前 大饭蓄力一旋轰柱 打断竹棍后 于事不见 重重闷在了地中海胸后 地中海早有防备 聚气凶险 手创不重 两根断棍反增流火 使得更加犀利 左维大饭被打得冻了怒火 两人合力 还收拾不下他 颜面何存 左维攻下 大饭攻上 地中海瞬间难递 失去了平衡 被打爆了眼镜 其实地中海 怎会愿意以一敌二 竭尽全力的猛攻 只想打着对手 措手不及 有机会跑路而已 眼见副帮主 开车赶来接应 猛然掀起地上的羽布 扬起杂物 挡住了追击的二人 坐上车的地中海 长输了一口气 此番若不是他机智勇猛 定是难逃厄运 正暗自庆幸间 一辆黄色轿车 飞驰而至 迎面撞来 所以却见对面车上 下来了一名挺拔剑鼠的男子 正是红星战胜 太子到了 太子收到了陈后南位置后 驾车一路狂奔 正与地中海逃亡 毫不犹豫的 一脚游门 劫住了去路 地中海随手 抄起车内一把大好扳手 缓缓逼近太子 他已避无可避 只得拼命了 太子空手营底 却全无巨色 握紧双却 迎面对冲而去 这场对决 他期盼多事 终于要来了 衷心感谢大家近一年的陪伴 能认识这么多新的朋友 真的非常感动 新的一年 祝所有的朋友 心想事成 万事如意 望您能多多点赞转发 持续支持 没有人的一生 永远顺风顺水 故事一如人生 不完美 才是真正的完美 盼与朱居共勉之